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今天来到纽约皇后区华人社区法拉盛 前几天新开张了一家华人超市 叫新农兴超级市场 今天我都来到这里打一个卡 拍一下华人社区菜篮子的价格 今天是2021年4月初 天气是阴转多云 这家超市已经开张几天了 依旧人气不减 门口还贴着招聘启示 入口处还有体温计和消毒液提供给顾客 好 往里面走去看一下 墙上挂着两个牌匾 裁员广进 生意新农 超市一进来感觉是宽敞明亮 我看到有很多其他族裔的朋友也来这个华人超市买菜 因为是华人新开张的超市 今天就看图说话 因为担心自己言多必失 到处都贴着 进超市必须戴口罩 这间超市它有两个大门入口 这里是卖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地方 我随便秒了一下 发现这家超市比法拉盛 其他华人超市价格更便宜和优惠 我看了一下 虽然价格优惠 但是品质真的是杠杠的 看一下这些琳琅满目的货架 种植物货 Core 也有什么颜色 好像里面有很多 它们就是小红豆 它们都有相比来 在整个小红豆 这里都会直接像个小红豆 面的不免托 因此它们继续的 很凡事 更好 它们就能吃 如果以等到个小红豆 小红豆 alui 西yu 你看价格有多便宜 这么漂亮的带鱼 一磅才一块九毛九 你看这位大哥 随便拎起一条带鱼 这卖相多么的好 活的大龙虾 九块九毛九一磅 这种更大只的大龙虾 11块九毛九一磅 石头蟹 2块九毛九一磅 三鸭鱼 1块九毛九一磅 小龙虾 5块九毛九一磅 我随便逮捣了一只 还是活的 再看一下这里 鸡肉猪肉牛肉的价格 怎么样 大鸡腿 才六毛九一磅 白切肉 1块五毛九一磅 五花肉 2块九毛九一磅 最便宜的普通排骨 四两块九毛九一磅 第一个 两半 两块九毛九毛九九一磅 2块九毛九一磅 食物浴室 大牛肉腱3.991磅 牛仔骨5.991磅 羊腿1.891磅 猪脚肉最便宜的1.091磅 大猪手2.991磅 鸡爪2.991磅 杀好的土鸡13块钱一只 水鸭16块钱一只 油水芒槽10.991磅 油水鲜鱼2.991磅 水芒 However, the food is the same ! 鸭鲜1.991磅 鸭3.992磅 鸭1.991磅 鸭1.992磅 鸭1.991磅 鸭1.991磅 鸭1.992磅 鸭1.991磅 大家看帝王蟹的价格 我发现这个老外 手拿大疆的口袋相机 在这里拍视频 这是超市另外一个 大门入口处的收音台 这么大一桶 橄榄油9块9毛9 再到卖鸡蛋的区域 看一下鸡蛋的价格 一打鸡蛋12个才1块4毛9 这个是最大个的鸡蛋 12个1块9毛9 中号的鸡蛋2盒24个才2块5美元 博内产的一次性口罩 50个2块9毛9 超市的工作人员正在向一位老外顾客 在这里介绍商品 看一下蔬菜的价格 台山花菜9毛9一半 非常的新鲜 生菜1块6毛9一个 莴笋7毛9一半 旁边这位大叔正在理货 油菜6毛9一半 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 这么新鲜的白萝卜3毛9一半 西红柿5毛9一半 看这西红柿长得油光水滑的 一嘎轮一桶的牛奶2块9毛9 冰冻水饺3袋10块9毛9 这是卖冰冻冻食物的区域 五斤一袋的面粉2块9毛9 这是超市另外一个大门入口 过来拍一下 超市的这个入口 旺过去就是最热闹的免街 品质很好的牛油果 4个才1块钱 以色列的秘菊1块4毛9一半 各种新鲜的提子7毛9一半 墙上还写着房购物满30元以上免费停车1个小时